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头条要看的是跟台湾有82年邦誼的宏都拉斯 正式和北京建交 也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个邦交国 我外交部长正式宣告跟宏都拉斯断交 邦交数目前跌到13国 这当然是台湾的历史新低数字 宏都拉斯同一天在北京和中国建交 外传北京为了这次建交 他付出的金元金额高达60亿美金 而蔡英文总统周三要出访中美洲的瓜地马达 和贝里斯两个邦交国 并且过境美国计划原定不改 宏都拉斯选在蔡英文总统出访前夕断交 那么应该也是有北京方面的压力 宏都拉斯在美国派出了特别顾问游说之后 仍然坚持与北京建交 这一点也反映出美中两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已经此消彼长 经过沟通无效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决定 自即日起终止和宏都拉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我国与宏都拉斯结束82年友邦关系 同一天宏都拉斯外交部长也在北京 与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秦刚签署建交公报 中方并再次借机高调统战 至于宏都拉斯外长坦诚曾经向我国提出高达20亿美元 大约606亿台币的金元要求 以及吴钊燮指控宏方公开比较两岸金元计划 试图两头喊价等说法 北京当局一概不认 区外交部掌握情资 北京当局是以协助红国新建水坝与清偿外债等 总计高达60亿美元的金元代价 买断与台湾的82年邦交关系 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得为这个新友邦 付出至少4美元的代价 而宏都拉斯身为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去年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 全国欠下的外债更是超过146亿美元 总统蔡英文强调 不会因为北京当局的持续打压而退缩 她也将依照原定计划 29号启程前往中南美洲友邦访问 期间除了会过境美国纽约和加州洛杉矶之外 还将在加州与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会晤 吴钊燮更表明与非邦交国家的来往或者强化关系 不排除任何状况被外界解读为对两岸双重承认的一种测试 至于外传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有可能在下个月总统大选之后 因为政党轮替而邦逸申变 吴钊燮则强调关系没有问题 这次宏都拉斯与我国断交前 美方曾经派出总统拜登的美洲事务 特别顾问陶德亲自走访游说 却未能阻止中红两国建交 似乎侧面反映在所谓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 中美两国影响令的消长 北京当局要在外交棋局上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甚至于美国分庭抗礼的企图 不只展现在台湾邦交国议题 更重要是在国际上继续拉朋友 或者分化美国与欧洲 外界因此看到北京当局近期的外交动作加倍积极 大陆最高阶外交官员王毅24号 先与到访北京的纽西兰外长会晤 紧接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27号起也在中国展开一连六天的访问 大陆官媒央视还在李显龙出访前 借专题节目来为访问造势 欧洲也有多国领袖将陆续登陆 包括西班牙总理桑杰士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欧盟指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计划三月底到四月初陆续访问中国 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乌克兰议题上 向中国表达统一的声音 但在热情欢迎多国领袖到访的同时 北京当局却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领袖通话 或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中国访问提议 都异性阑珊 显见中美间的对抗态势 已经越来越无所掩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